还要带您关心921大地震之后 中恒的上古关道的德基 12年来都没有通车 居民不管是就医还是运送民生物资 都要绕到花莲 为了居民解决这些这个基本的民生需求 公路总局就宣布了 最快呢从今年4月份就会抢通变道 921大地震让中恒的上古关道德基 一段就是12年 出目惊心的景象 让当年开拓的工程师好心酸 因为半个世纪前 他们为了这条路差点连命都没了 我那个好累 因为要爬上去 爬那个山啊 山顶 然后呢 看那个对面的山顶 然后呢 下来再往上面前面走 再上去前面那一点 因为它那个里面树木很多嘛 所以呢 就走那个山珠的路跟山珠一样爬 爬那个路进去 爬出来的路就是山里人的命脉 为了让居民可以不用再绕行花莲 公路总局也首度宣布 最快要在下个月抢通一条变道 议定是在四月份能够 五月份左右能够把它完成的话 那我们在夏季 会一天有七个时段的这个开放 那冬季会有五个时段的开放 花了3.5亿修了七个民隧道 以后看医生 送蔬果 总算可以不用再绕路拼命 跟时间赛跑 嗯 你